《语音》 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字 这个字有两个读法 语音有两个读法 可以读拓 也可以读唱 两个读法都找不到同音字 这个字大家都熟悉 因为这一段时间 如果谁不幸 可能要去检测一下 有没有中了招 有没有这个心冠病毒在他身上 就要拿一些 心口唾液 心口唾液 拿去检测 唾液就是口水 所以唾沫 唾沫就是口水 唾沫精子就是口水化 现在很多人怕唾沫 所以要你个个戴口罩出街 不要将自己的拓沫 飞到别人的面上 另外一个 不要让别人对着你讲话的时候 飞到别人的拓沫 到你面上 这个字 又可以 把它变成动词 动词就是口水 水公解 大家可能都听过 那个成语叫做 拓面自干 被人拓口水在面上 不抹 有它干 现在就不要了 千万不要了 本来什么意思呢 即是说 很忍得 很好 脾气 或者 就算是被人做了很不礼貌的 侮辱性的东西 都不发火 不反击 就叫做拓面自干 当然就是说人 是可以指他 是好好行仰 好修仰 为什么 那么 另外还有一个 有一个 成语 叫做 拓手可得 或者叫做 拓手可得 为什么呢 就是 吐口水 在手里 就得了 原来以前 古时的人 古人都要落地耕田 耕田的时候 要拿起粗重的笼具 有一个常用的动作 吐口水到手心 拿起来 我没有试过 不过 说法就是 这样就会食力一点 拿起那支材头 就没有那么容易脱手 打仗都是 因为 又是 你拿起那支帽之前 这样 这样 拿着那支帽 就有力一点 这样就叫做拓手 那怎么叫拓手可得呢 就即是说 你刚刚 吐口水在手里 都没有动手 你已经摸到了 即是说 很容易 就是很容易就得到 完全不费吹灰之力 就已经得到 就是拓手可得 有些人说 不是拓手 是垂手可得 又解得通 什么叫垂手可得 即是你手都不用动 你垂下对手 那些东西就搞定了 什么叫垂手可得 更加全散 有道理 现在这两句诚语都有人用 不过这些古书 似乎拓手可得 似乎拓手可得 这句成语 就出得比较早 所以我们认为 原来应该用拓字 拓手可得 不过呢 如果有人写 谁拓手可得 你都不会说他错 那说开呢 英文有个东西 就叫做 speak in one's hand 一样 吐口水在自己手里 他什么时候吐口水在自己手里 现在说出来很多人害怕 原来呢 以前 外国人 西方 包括英国人 就有一个习惯 如果表示诚信 就握手 是吧 就是说我们握手 就表示刚才说的东西 就算数的 那就握手了 如果你要多加几钱诚信 吐口水才握手 两个人各自 吐口水在自己手里 然后就握手 to speak in your hand before shaking 那些诚信就更加可靠了 那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呢 你都听过 所谓的 插血为盟 就是有些组织 表示忠诚 就介绍手 大家混乱些血 那就 伤一些 所以不用血 来搂 不如用口水来搂 那就是大家的体液 现在 就不要说 吐口水 手里再握手 握手都不要 所以这个字呢 鼻子侧吉 大一 那 是 好 大一 不